當需求那麼穩定時 政府的供應 無論是供應和私營 都配合不到這個需求 其實是很大的失誤 骨灰坑位供不應求的問題 已經存在超過10年 情況有多誇張 政府鑽石山骨灰安治所的大坑位 要等89個月 差不多是7年半 私營骨灰安治所條例草案即將三毒 陰宅市場會變成怎樣呢 我相信拿到牌後 消費者對於私營骨灰安的產品 有信心 而屬下私營骨灰安的位置 得到8%的保障 我相信升幅 依照我的看法 可以有超過8%的50 草案三毒通過之後 政府會成立法牌委員會 所有私營骨灰安場 在政府刊憲開始 不可以買買堪位 直至取得牌照 事實上 全港的私營骨灰安場 將會面臨一場大洗牌 當這個法例通過之後 是由一個法牌機制去取代表議 這個法牌機制其實是一視同仁的 你每個申請都會因你每個申請的個案來考慮 最主要是土地的擁有權 是你長期擁有的 還是跟其他業主租回來的 結構是否安全 有沒有合乎規劃用途 就算是表一的堪場 也不是坐定粒 梁錦浩又提醒 在2014年6月18日 至到刊憲日期間買入的堪位 在真空期甚至未必可以上位 想趕入市的消費者 真的要小心風險 他有提到 私營骨灰堪市場的形成 是有歷史和文化的因素 通常的善信 將自己的骨灰 傳到一些齋堂 廟宇那裡 他不存在買賣 都是一些捐獻 一些叫做 等有錢 不是存在買賣 直至到70年代之後 由於人口老化的問題 需求多了之後 才開始有些私營骨灰鎅場的出現 去到2000年 這個問題就開始明顯化了 既然已經存在著 這些私營骨灰鎅場 用一個行政手段 希望用一些比較簡法的程序 能夠通過